我们看一下这个番茄椰片 你看刮的晶莹剔透的露珠 这是我们经常种大逢的时候 会面倒一个现象 叫做土水问题 经过一个夜晚以后 这个叶片土水问题 这个叶片土水是好还是坏呢 这个叶片少量的土水属于正常现象 如果这个土水量大了情况下 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了 土水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 这个作物的根系又比较健康 吸水能力又比较强 然后在这个作物体内随着蒸腾以后 储存的水分过多以后溢出来 少量的土水正常 但是如果大量土水的情况下 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因为它这个水是通过细胞壁移出来的 细胞壁大量水移出来以后 细胞壁承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负荷 就会造成什么呢 细胞破裂 坏死 这是我们常见的那种 叶片上出现那种 干涩的斑点 好比黄瓜 有些人物认为可能是细菌性病害 实际上不是啊 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大量的土水造成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病害 面对这个作物的土水问题啊 除了我们合理的去降低土壤的湿度以外呢 另外呢 注意钙肥和美肥的补充 因为这两个呢 是有效的能修复细胞壁 并且呢增强那个细胞壁的厚度 还有它这个细胞壁的人性啊 也就是说多补充钙肥和美肥啊 从而啊 我们去降低啊 这个土水啊 大量土水给作物带来的危害